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那小CALL 妳這樣結婚幾年了 快要四年了 今年是第四年 第四年 不容易 對 就是我真的覺得 在這中間 曾經有過那種 老公夾在妳跟媽媽之間 為難的狀況嗎 為難的狀況 好像真的沒有耶 對啊 她是以妳為主啊 為了妳老公為難 妳跟婆婆 妳跟妳婆婆很快就自己解決 對 因為我覺得 真的 我覺得婆婆的個性好吧 對 我上次有一次 跟那個妳婆婆一起錄影 我就覺得她個性 她婆婆的個性也真的很好 對 人很好 對 其實我婆婆是還滿可以 就是接受很多新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而且大部分的婆婆 是沒有辦法接受媳婦的指導 大部分的老公也沒有辦法 接受自己的太太 去指責自己的媽媽或糾正 那個新的習慣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想提出來的問題是 小公妳覺得妳是為什麼 有什麼樣的這個重要的因素 讓妳跟其他的媳婦不一樣 而可以去指導婆婆 我覺得這邊很關鍵喔 我覺得 我覺得 一開始當然是不能有敵意 然後再加上 我覺得我的個性是很大剌剌的 而且我是一個很大方的人 就是譬如說 妳要有話直說對不對 我是有話直說 而且其實我其實有時候 會跟我婆婆講說 妳這樣是不對 但是我也對她非常的好 譬如說我去買名牌包 我去Chanel 我自己買 我說妳自己也挑一咖 我送妳 妳送她 對啊 我也是那一種很大方 就是其實我平常會直話直說 但是我有的 我能給的 我都很大方地給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他們就是很能 就知道我的個性 所以她 我在講什麼 他們很願意聽 對 我不是那一種 看在包包的份上 沒關係啦 盡量指導我 你盡量指導啦 對啊 我這樣是 我覺得就是因為這樣 而且相處的模式 基本上他們應該會感受到 我不是有敵意的 對 我是真心的 對 雖然說我講話 嘴巴有時候很賤 她我婆婆都會覺得說 沒有心機啦 妳是沒有心機 所以她不會認為 妳這 我會 妳就是罵我以後 我加拿來會在什麼飯菜裡面 下 做手腳 有些會這樣疊對疊 她認為說妳是可以整我 沒關係 妳現在罵我 我就不講話 我回去再用 在某的方式去整理整回來 對 我不是那一種 我不是背後去捅人家的那種 心機的人 所以我今天講完了 其實明天就沒事了 那小柯妳說 妳有時候講話滿賤的 對 那個賤有例子可以講 有啊 譬如說 但是我都出自於關心 然後跟好意 譬如說我婆婆可能 她最近身體我覺得 就是行動有點不太好 然後她可能腳 有點不太舒服 我說妳就是要多活動 我說妳真的要多活動 然後她就一直不動 她一直不動的時候 我就會很生氣 我說妳現在不動以後 做了妳一輩子都不能動 妳趕快給我動起來 然後她天天好像也 有點生氣 但是也有點道理 我說妳這樣一直不動 就一直都動不下去了 因為妳就是一直 讓妳的腳在那樣子 卡在那邊 這樣還好啦 妳為了她好 這樣子還好啦 所以我就是講話 有時候太過於直接 所以她都會就是 有時候會被我的話語 有點重傷到 但是她很快又失來了 她是一個也滿人 就是聽完之後 她會忘記的人 對 對 好 那這個周老師呢 是家裡還沒有娶媳婦的時候 兒子都會回來住嗎 那說女朋友出去玩 晚上也都會回家 所以 對啊 那後來呢 就是因為以前 兒子跟我們一起住 所以說你如果 如果女朋友出去 也沒在外面嫁名 就是一定也是會回來 所以說我們應該講說 晚上都看得到女兒 但是現在帶媳婦之後 那個雖然也是跟我樓上樓下住 但是就是說 妳住幾樓 我們住三樓 她呢 她住三樓 我住二樓 因為我那個是透天的 那結果她現在來說 只要是 只要是連假 這個連假 因為你知道高鐵票 因為他們住南部 高鐵票都要早上去訂 先不住南部 對對對 所以他只要是年假 他就都會快快去訂 那種的 他就會先把那個時間訂下來 快快去訂高票 高鐵票 高鐵票就是要回南部 但是對我來講 我都覺得還OK 因為連假 難得 因為來在台北 都沒有回去跟室外人做會 然後一個連假 因為他在工作 所以說沒有那個睡的時間 就連假要回去跟媽媽撒嬌一下 我覺得這是OK的 是沒有什麼什麼問題 但是我是會覺得說 因為像我今年來說 不是今年不是要那個高鐵 但是他從初二就開始訂了 就訂到假期結束 那天到什麼 七天總共一個禮拜 對我來說的時候 我就一直想說 因為就是這個過年 從吹禮開始 我們家就剩 我又跟我們老公兩個相對看 他因為是看電視 我看手機 兩個就這樣子 結果後來我就想說 那這樣子五六天 我可以來減肥 因為我都不要吃 所以今年年夜飯就只有 小孩子跟你吃年夜飯 年夜飯是吃的 年夜飯 吹禮 吹禮 大家紅包拿一拿 吹禮他們一早就走了 這個是我覺得是OK的 是不是 其實有時候沒辦法覺得說 這樣吹禮開始就這麼久的時間 大家說假期 我們就是覺得說 就像存我們兩個老公 老公肚子 我這裡還有一個客戶 就是說他來講 就是說他就要問我說 到底這個要怎麼辦 他也是他的情形 情形到我們的 學生差不多 所以他那個 他太太也是南部人 但是他只要是說 連假 他只要假期 只要有假期三天的 他們一定是訂 就是一定回家的 因為可能是 他太太也在上班 然後他在臺北 他沒有跟家裡的父母住在一起 他們是自己住 但是他也要想說 連假假期 你都是一定往南部走 那我也想要回家 跟我爸爸媽媽在一起 你每次年假都包著 都回到南部 就這樣子 結果他結果他就覺得他回去 因為一樣 如果一個小孩 不是跟他很舒服 回去到那裡的時候 你知道女兒一回到家 塞子都在躺著 就什麼都不管了 他也是教一個小孩 就都什麼媽媽就會來 小孩都給他搗帳 還住什麼 都不用 你買妹妹 要收碗筒 要洗碗筒 都不用 他回去就真的跟女王一樣 老母很痛 但是這個女婿回去 他覺得 雖然說家裡也有地方可以住 但是他坐在家裡 很抱歉 你說日常要去房間睡 那就回去 那他們他那個女兒還會這樣說 他們太太又說 也不用去這樓 我們住家裡就好了 結果他就一堆人坐在 那個沙發裡面 你知道那小孩坐在家裡 很抱歉 跟那個長男聊天 又聊不到什麼 他那三天就如坐針針 那三天 他說很辛苦就對了 但是他又不給他 就是沒有這樣 他的回家的時間 就是他們上班的時候下班的時候 他趕快回去運到 他自己一個人回家 去看他媽媽一下 爸爸媽媽一下 就回去了 就是這樣偷偷 等於跟他說偷偷回去看 他說他們那個媽媽 不知道多久都沒看到他們媳婦 所以他就問我說 到底這個要怎麼樣 我說你慢慢跟他溝通 你偶爾你就跟他講你的狀況 你不舒服的地方 譬如說你在那個夜宅 你躺著這真的不舒服 不舒服 你也想說這個休息 放假的時間 讓你自己好像說比較舒服一下 但是你就每次就是上班就上班 放假的時間 你就是好像給你框在一個地方 他真的很痛苦 所以我說你可以慢慢跟你老婆講 兩個好法參加 就是偶爾老婆回去 你不用回去 不用說你老婆也不給他回家 老婆回去沒關係 因為他要趕快回去 但是你也可以回到 你的媽媽家這樣 剛剛講的都是女生 其實我覺得男生的角色也很特別 男生是這樣 回到這個所謂的夫家 就自己的家 都是太太一直煮 女生一直煮 一直不可以 一時跟孩子辛苦 一時就來煮飯 一時就去洗澡 女生的呢 女生就有這半夜看電視 真的 吃而已 那智瑋會這樣嗎 我覺得因為我其實沒有過年 就是都沒有回哪一邊過 就是公平 對 但是當然就是說 媽媽她會覺得說 你過年就難得回來 因為像我中秋端 我是不太回去 因為我媽都覺得 要來她來就好了 因為我下來是一家 她上來是一個 所以她覺得不要亂花錢 要來媽媽來就好 所以我很常時候就是 就是我只有過年 才有機會回高雄 所以一開始 我都跟我太太說 我們就很常都回去初二 那今年可不可以 因為今年的年假比較短 那我們可不可以 就是在高雄多住幾天 初四處再回去 我太太就不肯了 你說幾月幾號 就是大年 除夕 比如說我可能 初一 初二 初三 對 因為我可能 我之前在新聞部 我就是 我修的就是這個時間 我可能了不起提早一天 那你就是小年夜除夕初一 三天兩夜 你就要回去了 那媽媽當然會覺得說 你每年都回娘家 娘家不是在你媽的附近 你家的附近而已 差不多 那騎摩托車十分鐘吧 而且我岳父就很常來我們家 那時候他幫我帶小孩 那我們也還蠻常跟這個岳母 我們帶她出去玩 所以媽媽當然就會覺得說 你經常都去你們房子 你們房子那裡走渡 你經常這樣回家一次 媽媽要做很多菜 要幫你補 這樣 當然一定要這樣 初二就要回去 有需要 有需要 你做也很虛弱 對 我沒辦法 沒有啦 因為就是說 我之前也在節目分享過 就是我岳父就很傳統 他就覺得初二就是 女兒要回娘家 不管平常我是不是很常去 那當然剛剛正大哥講到就是說 我是很不太敢就是我回到我家 我就看我的電視翹我的二郎腿 讓我老婆一個人去跟我媽這邊弄飯 這是要展現男人的那個 很困難 我不是講過嗎 我媽都曾經罵我說 你不要忘了你姓什麼這樣 對啊 但是我是覺得真的 你太太姓什麼 我至少姓迪這樣 我是要表達是說 有時候老婆回去娘家 他配合你回去了 那當然你也不要 好像回到家是大爺 對不對 你還是要去演演戲 我們剛剛講 如果媽媽在弄菜 老婆在幫忙 你也過去幫忙 那或是說吃完了幫忙收個碗 這樣至少讓太太不會覺得說 我很討厭回來 所以我們現在久了 媽媽也習慣了 媽媽也習慣說 她也不會問我說 你今年要住幾天 她都知道我初二就要回去了 那當然我後來岳父過世了 不想提了 不會 我媽後來就是 像小Call講的這樣 因為很多觀念 我們教育老人家 時代再進步 她也會看 她都有看本土劇 都知道現在媳婦都好惹 因為你對媳婦好一點 兒子日子比較好過 不過我講實在話 我覺得黃醫師 剛開始講的也沒有錯 就是隨著整個家庭結構的改變 那個時代就會推動時代改變 觀念就要改變